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请吃生活的第六集 等我什么时候去吃饭 真的搞得太紧张了 不要太饿了 吃了好浓郁的吃 现在我们喂个吐司 看我这些抽的吗 这一周呢是小学期的那一周 小学期呢 我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做了一个作品 我们非常的认真 但是也非常紧张 因为是第一次答辩 但幸运的是结果还算不错 我真的很紧张 紧张得我们两个前一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彻夜就是思考 第二天就非常紧张 最近的生活呢就是很忙碌 但也很充实 平时没有课的时候我就会去上班 大二的课也不算非常多 但还是有很多专业课 哦对 还没有跟大家讲我去上班的事情 我最近呢幸运的找到了工作 嗯 也不算是找到正式的工作吧 嗯 就是没事的时候会去帮帮忙 做一些视频啊 新媒体的工作 就 其实比起做这种 我自己的账号 这种目前的工作 我更喜欢做幕后 可能也没有做得很好 但是我非常喜欢 也很享受做视频的过程 嗯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朋友的账号 对 它叫山口美羊子 如果大家没睡的话 记得去给它多点点赞 评论一下 是我的 谢谢大家 我的半边袖子都湿了 换衣服了 我把我的职业套装换掉 应该是我的散倒的声音 吓我一跳 吓我一跳 等会下午我和美羊子 不要再一起去中睫毛 对 这是我第一次中睫毛 非常激动 然后因为早上上课 所以画了妆 我冬了把它卸掉 因为不能画妆去 我才知道不能画妆 但不太好 我现在不离开妆 我也不离开妆 你别喝 不可不得不不 我跟她坐 我给你 我喝 放量子 每天 在整个 水光 然后那样子 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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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特别害怕 然后结果 过外面 反正那段时间 就放不着 我们这边 还有一灯状 就是我和每个人一起去接了睫毛 是他带我去接的 我还是第一次接睫毛 以前觉得很可怕 因为听说接了睫毛 自己的睫毛就会没有 然后就会变得很凸 但是我自己还是很满意 接了睫毛以后有这个效果的 怎么说呢 就是我的感受就是 睫毛变得很长很重很沉很密 因为我自己的睫毛是很稀疏 然后也不长也不密也不多 所以接了以后改变还是挺大的 但我还是很喜欢的 因为真的很方便 我几乎每天都有早八的课 以前起来可能如果想化妆 就有很多步骤 现在就只要涂个防晒隔离 然后涂个口红就可以出门了 就看起来也很有气色 对我很喜欢 不过刚开始还是有点不习惯的 因为就是突然眼皮上多了好多毛 就很沉重 好好睡觉 好累喔 好好累 好好累 好累 好好累 好累 好好累 好好累 他们可能半江 但是那个小县城 就盼了十年 好累 怎么不累 店里还送了小梳子 让我每天梳一梳 所以我刚开始 没事的拿着小梳子 梳睫毛 很搞笑 最近没有课的时候 我们就会一起 在前世里追剧 然后我们就会 看很多电影 还有电视剧什么的 不过他们趁我不在的时候 就已经追完 沉默的真相了 所以他们打算陪我二刷 听说很好看 我也觉得很好看 因为我已经看完结局了 我现在就很纠结 要不要再从头看一遍 最近看了几部 比较好看的 然后也有一点沉重的电影 所以我们还重温了小时代 就是作为生活的消遣 记得看小时大的时候 好像还是初中 还是高中 还是初中 还是小学 反正那个时候 QQ空间就很流行 什么陪你看小时代二的人 现在还在吗 这种话 然后我们就觉得很感慨 都已经过了这么久了 我们竟然长这么大了 太神奇了 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个 接了睫毛以后的悲伤小故事 我看起来像30岁了吗 有人叫你阿姨了吗 像我阿姨是很正常的 我们这个年纪也快 也应该被叫阿姨了 但是这件事 那个他们的公司来了两个 就是他的朋友 然后公司里有一个 另一个同事的他的女儿嘛 一岁左右的 不会说话 就在那里走来走去的 然后我就抱 我就跟他一起玩 然后他们 然后那个 那个来的客人以后 那个客人就问 这个孩子是他的吗 天啊 当时都不知道做什么表现 我就是这样 我就是 然后我旁边那个同事 撞回来说 可能是你接的睫毛 那这就是本期视频的 全部内容